主席各位大家午安 是不是请我们内政部次长 您次长 次长请 您委员好 次长 刚刚超尔中委员 大概讲出了一些端倪 可以看出这个社会住宅政策的 这个矛盾在哪里 但是他还是没有把那个状况讲清楚 那我现在要确定 10月31号你们部长到总统府亲自报告 社会住宅政策的时候 你们依据你们新闻稿讲到就是说 要推动的社会住宅 中央政府是要以租金补贴为主 兴建为府 是吗 是的委员我们刚刚的 今天的书面报告也有照这样子的分析 好 那我要再跟你讲这个 再讲再厘清一个前提 部长 次长台湾的住房需求有问题吗 如果按照你们营建署住宅资讯的统计网所公布 截至到去年年底为止 98年底为止 台湾的住宅自由率有87.89% 照道理说台湾不应该存在有住的问题 那如果现在有住的问题会是出在哪里 还是你们官方统计有问题 或者是你们的计算方式有问题 然后才会有所谓的社会住宅供应的问题 你来告诉我这是为什么 报告委员 我想虽然有相当确实有相当的这个住有率 12.011啊 政府的这些12.11而已嘛 为什么会有这个 这个需要社会住宅的问题 你也搞不清楚 让我来告诉你好了 如果你没有办法精准的掌握到 我国自有住宅率的数据 那你又要如何去算出多少社会住宅的需求 所以我现在告诉你就是说 依据中研院的学者的调查 台湾的自有住宅率啊 应该只有60% 请你们听清楚 不是你们营建数的87.89% 是60% 无自有住宅率超过30% 再加上自有住宅里面 有18% 因为房贷压力 终身成为乌奴喘不过气 背着这个终身房贷的这些蝸牛 背着喘不过去 所以才会有今天这样一个社会压力 第一个我要先跟你理清 第二个 社会住宅是什么东西 然后你们仅就北高两都事办 这个座谈公听会 其他地区就没有问题吗 社会住宅到底是什么政策 你先回答我 报告委员我首先要说明了 我们的公听会会北中南都会去做团会 没关系我的重点不在那 你先问 社会住宅是什么政策 是福利政策 还是 它应该是我们的住宅政策 是在我们住宅政策的一部分 所以它不只是社会福利的概念 是的 好那我再跟你理清 社会住宅不只是社会福利的概念 所以它基于什么样的原则来盖和来租 而且它未来发展方向应该是什么 你来告诉我 报告委员 我们目前整体的方案的话 一来应该委员也指教 我们的需求评估非常的重要 而且包括我们的社会团体 需求评估你刚刚就没有办法精准的评估了 自由住宅率到九成的国家 哪里需要社会住宅 好 你也会答不出 我跟你说 就作为一个生存的基本权利 住是基本的需求 作为基本的需求的里面的人民 国家对于住宅政策必须要介入 所以它是都市里面整体性的规划 计划的住宅政策 而且这个东西国家要介入 是不能让这样的基本生存需求权 放任让资本市场 无止境的就纯粹市场机制运作 所以国家要介入去平衡 而今天金融经济金融市场的股市以外 沦为泡沫经济炒作的标的物 除了股市以外就是房市 而今天房市的不断的飙涨 才有所谓的A7的平价住宅 才有所谓社会住宅里面的只租不卖 所以我们要再强调 这个概念有别于过去 只是社会福利对最弱势的那一环的国有住宅的概念 已经不是国有住宅 国宅的概念是政府透过直接或间接要兴建或民间拥有的合余居住标准的房屋 以低于市场的租金或免费出租给所得较低的家户或特殊弱势 所以我要再讲一次政府要盖或是用民间盖的来租 总之就是要有房子是由政府跟国家介入出来的房屋提供 供应到市场里面去 而今天你的住政策 10月31号内政部核准的政策是租金补贴为主 没有产生所谓的国有社会公有住宅硬体的东西出现 讲穿了就是害怕在最精华的都市里面 害怕房屋增加攻击会破坏现有的房地产市场的行情 那我们要讲 如果照这个逻辑里面 政府还是站在巩固房市的考量 拿税金去补贴建商 补贴盖房子补贴房地产市场的攻击者 这样的一个概念没有改变 那么是这样的话 我们要说这样的社会正在错误 社会住宅错误不但是错误的 而且还是更巩固现有的建商财团 好 那我现在具体建议 市长 我们要什么 我们要的东西 第一个 我们要你具体的拿出房子来 增加市场的供给量 以平衡房市的物价 第二个 我们认为要保障的对象 第一个 绝对经济和社会的弱势者 所谓的救的这个弱势的人 第二个 相对的经济弱势者 年轻人 刚结婚生子 财务不稳定 中继的社会住宅安居 第三个 一般民众 社会住宅的增加来抑制房价的 这个调节法的机制 让每一个满足基本生存需求的人民 都应当有住宅 买得起的权利 所以我们今天要讲 这个东西 台湾要觉得很可耻 新加坡有八成的民众 住在组屋 台湾的社会住宅 如果按照这个 社会住宅推动联盟的统计是0.08 荷兰是34% 英国是20% 大麦是19% 芬兰是18% 瑞典是18% 德国是16.2% 欧盟平均14% 的社会住宅 美国最最资本主义的地区 最最资本主义的发源地 英国有20% 美国最资本主义市场的有6.2% 日本有6.06% 香港29% 新加坡8.7% 台湾只有0.08% 所以新加坡人家是 成立一个建屋发展局 大量提供平价的组屋 而有82%的人住在组屋当中 新加坡政府把它拿来当作 鼓励结婚 促进生育的手段 针对经济弱势的购物者 提供廉价的租屋 光是这个部分 经济弱势廉价租屋 就占了整体的8.7% 而今天 孩子是传家宝 年轻人就要生了吗 拿出真正的牛肉出来 我们今天要讲 按照这个逻辑 台湾的社会住宅 为什么就只有新北市 和北市两都 或是北市和高雄市 这是一个错误的概念 弱势的人存在台北县市而已吗 然后薪资所得 即便有差异 然后所有地区的房价 这两都以外的人 房价都是大家都买得起的吗 他们就不需要社会住宅了吗 然后你们的社会住宅 光说不练啊 没有编列预算 怎么推动啊 所以你们到底要不要加速推动 住宅法草案的立法工作 什么时候要推出来市长 报告委员 我们的住宅法 其实原本已经送到行政院 可是在今年四月份 因为一些对房价 大家有一些指教 所以又希望内政部再重新 大家对房价有所指教 建商的利益团体施压吗 对不起 这绝对不是这样 这是希望说我们的住宅法 能够跟我们现在在推动 现前房屋市场方案 能够互相结合 金融市场的政治现金 建筑业的政治现金是第二多 我现在要讲白了 然后人民啊 人民是什么 人民就是刀组上的鱼肉啊 任人宰割啊 今天所有的 放任市场机制的房地产政策 就是基于掠夺大众 亦住财团的不公平 发源地 而今天我要再讲 今天你们还讲 国有土地要兴建三处平价住宅 最后剩下两处公益标 两处公益标 国有财产局 国有财产局在吗 不管银法住宅 社会学生住宅 你们最后那一笔平价住宅 一般住宅 仁岸路四段的那一笔 为什么 你们委托哪一个单位报告 然后委托那个单位报告完以后 政策大转弯 说那个地方应当作为商业旅馆 较符合经济意义 怎么算出来的 资料可不可以提供 可以哦 上个礼拜跟你们要不到 主席请财士 我们对于他本来列为三项要公益标的 这个平价住宅 为什么在这个 搜狗区 区百货金华区仁岸路四段的那一个地方委托哪一个单位报告 或是你不只报告这个地方 所有的这个委托案政策大转弯那个委托报告 请送一份给本席可以吗 主席请财士 有没有问题 没问题 局长可以 回去马上 好 局长那我再请教你 人民住的需求 比较重要 还是遇到土地经济效益 你们认为盖旅馆 可以赚更多钱比较重要 你先回答我这个问题 人民住的需求比较重要 还是卖土地增加政府的财源收入比较重要 你先告诉我 我是不是可以先说明一下 我们这个现在做的事情 是国产局的业务 就是我们推出地上权提供使用权给民间使用 我们并不是 我们可以如果说今天内政部社会住宅 要国产局配合的时候 那个是两个部会的政策结合 跟土地使用结合 那个时候他要把这个地上权的权利金 对啦没关系 我要问你是 收割这一笔土地认为盖商业旅馆比较符合经济效益 是你们做的 还是他们做的 是我们的 对啊 现在我要问你 那个哪一个学者这么厉害 没有我们那个不是委托学者 我们是委托代德良行在评估的 没关系代德良行嘛 对代德良行 都跟业者 业者站在一起的嘛 没有我们是 就像以前的国资会 都请开发商建商业者来帮我们做国家资产总管理的政策 从上游榜中到下游 好这个没关系 我们现在 请 不过局长也只是一个执行部门 我们现在 不过局长也没办法告别他这 不就这样好了 请你把资料提供给我们 谢谢 谢谢